周公子 什么时候换的车 还是大忌 买了好几个月了 听说你上个月还换大房子了 啥时候邀请哥几个去参观参观 周王不着痕迹地看了梁白开一眼 神情愉悦 随时欢迎 张小雅上学的时候就是个大喇叭 当即忍不住道 周王和苏楚遥买的也是我们越海华庭的房子 四百万 一阵艳羡的声音响起 苏楚遥不好意思地笑道 小雅 咱们以后可就是邻居了 要我说 男人活成周王这样 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对啊 豪宅 豪车 美女老婆什么都有啊 羡慕不来啊 周王又故作谦虚 其实哥们要是在有点钱 就直接去买上海国际的房子了 我跟楚遥还是喜欢那里 这时那个小宝安又进来了 他对着梁白开恭敬道 先生您好 您的车位置不太好 放那里又被别人的车刮蹭道 还不如你把车钥匙给我 我帮您重新停一下 梁白开还没来得及说话 张启龙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忍着笑催促 老同学快 快把车钥匙给人家 其他人也是一脸看好戏的神色 班长无奈笑道 不好意思啊 刚刚只开了个完 他的话没说完 向被人忽然按下了暂停键 戛然而止 因为梁白开掏出了车钥匙 保安接过了钥匙 好的先生 我去帮您重新停好 我草 梁白开 那个真的 是你的车 刚刚嘲笑梁白开 声音最大的几个人 此时都尽了声 张小雅猜疑的眼神 不住地上下打量梁白开 周王紧紧皱着眉 正要开口说话 这的团之书猛地喊了一声 那是什么 梁白开顺着他的目光 向桌子看去 一张淡黄色的票据 应该是梁白开 刚才从裤兜里拿钥匙时 跟着掉了出来的 最上面的四个大字 还是能看得清清楚楚 豪车租赁 车是租的 这的确是梁白开帮朋友去租的 他的婚礼想要五十辆 同款同色的宾利 最后还差十辆 就由梁白开负责去搞定 梁白开也不会跟他解释这么多 这一晚上 装模作样的累不累啊 都是老同学 有必要吗 有些人穿上龙袍 也不像太子 这里的每一个人可都知道 你当年做过什么好事 听他说起曾经的事情 梁白开本应该生气的 但现在梁白开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甚至还笑了笑 咱们大伙当初捐给徐州那一万块是 被谁弄丢了 所有人都不说话 看向梁白开 到现在他们都觉得是我手脚不干净了 徐卓 我大学唯一的好兄弟 大四时被查出癌症 他家甚至比我家都穷 父母因为意外都丧失了劳动力 听说弟弟还是个吃傻的 知晓情况的辅导员号召全班为他捐款 然后派我将钱送到徐州手中 为了替徐州多凑一些医药费 我白天上课 晚上打工 夏天再去往医院的公交车上 实在忍不住困意 睡了一下 醒来后 钱包里的钱不翼而飞了 面对全班人的怀疑和骂骂 所有人里面 只有徐州相信我 兄弟 钱丢了 我也不怪你 我这是绝症 别说一万 就是十万也不行啊 我在他病床前泪如雨下 痛苦万分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宁愿他骂我 打我 就是对不住父母 本来马上就能工作 挣钱养活他们了 爸妈也老了 他们可怎么办 那段时间 所有弄快钱的法子 我都想去尝试 献血捐高利贷 甚至抢劫 一面承受着全班人 每日恶意辱骂 一面发愁 怎么为徐州凑到钱 我的精神状态 濒临崩溃 终于忍不住打电话 告诉了父母 什么都没说 只让我安心继续念书 第二天 我的银行账户里 多了一万五千 爸爸说 一万块班的人的捐款 五千是咱们家 单独给你同学的 爸爸究竟是怎么弄到的 这笔钱 只知道这一万五千 对当时我家的情况来说 也很难 即使我自掏腰包 补上了钱 班里人仍然没放过我 他这是承受不住 大家正义的指责 把偷走的钱还回来了 而徐州最终 还是没能熬得过 那个毕业的季节 不知道谁把我 偷了善款这件事 同给给我offer的公司 本来找好的工作也没了 春招早都结束了 我一时找不到工作 又赶上奶奶病重 只好先回了老家 于是 大家都传我回老家 和爸爸卖猪肉了 我退出了班级群 换了手机号 和他们彻底断联了 思绪从往事里抄回 梁白开对着周王淡淡说道 污蔑了我这么些年 也该是可而止的吧 我跟徐州之间的感情 不是你们任何人可以比的 周王像听到什么笑话一般 光说不练假把事 你要真像你说的那么伟大 你能替你好兄弟 照顾他爸妈吗 能替你好兄弟 抚养他那个傻子弟弟吗 面对周王的激烈指责 梁白开一直保持沉默 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 是小徐 梁总 上海国际那边的房子 物业费和水电费都替你交了 我又叫了四个阿姨 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明天叔叔阿姨来了 直接救助 知道了 再替我去买一捧花 晚上来会所这边替我开个车 我喝酒了 好的 赵总 没问题 电话挂断了 张小雅翻了个白眼 大家听见了没 梁总 这位梁总 今晚给自己加了多少戏份啊 咱们说上海国际的房子贵 立马就安排人打电话 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 有上海国际的房子 看看时间 小徐马上就该过来了 梁白开平静的跟他们告辞 班长按住不让梁白开走 怎么这就要走了 我们说话不醉不归的啊 此时梁白开看到包厢在门外探头 班长他在梁白开的目光中 也看到了小徐 他突然倒用手指着小徐 哎 你不是那个那个那个 你是徐州的弟弟徐安是不是 班长 你看错了吧 徐州弟弟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 我十分肯定 没错 他们俩简直长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我记得清清楚楚 小徐跟他哥哥长得很像 而且很巧的是 两个人在颧骨的位置都有一颗黑质 徐卓去世之后 他弟弟徐然 也就是小徐去找过班长 拿走徐卓放在宿舍的一些衣物 班长把他叫了进来 徐安 你怎么在这 小徐也没想到在这里遇到哥哥的同学 他挠挠头 笑得憨厚 我来找梁总 班长追问 你爸妈呢 你们这么些年你们家怎么样了 他们很好啊 有梁总在 我们前家一直都很好 他们现在在疗养院住着 可开心了 全班人难以置信的齐齐看向我 刚刚周王志问我 怎么不把徐叔的父母 弟弟照顾起来 我还真的照顾了 而且照顾了十年 徐安脑子确实没一般人好使 但也不至于外人穿得那么诗傻 他和他的哥哥一样的善良踏实 他对我特别依赖 所以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他当亲弟弟一样 替朋友承担起儿子和兄长的责任 十年如一日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不少人扎舌 这个事上 他们没什么可说的 一向嘴独刻薄的张小雅和处处 都要针对我的张启龙 也难得不发表看法 只有苏楚遥轻声道 梁百开对徐周真是够意思 小徐来了 我正好走 这次他们也不再留我了 没成想 一只脚还没卖出门 迎面碰上个人 肥头大尔金链子 只窝下面加个小包 老陆诈 张小雅开心地冲着来人招手 他口中的老陆却看也没看他 而是对着梁百开惊喜地伸出手 哎呦呦 梁总 你看这不是巧了吗 陆总 陆千 上周他跟朋友来吃饭的时候 我们才刚刚认识 刚好我媳妇他们同学聚会 一起坐下再喝两杯 上次都没喝尽兴 梁百开刚要拒绝 张小雅一获道 你怎么跟梁百开认识的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给我介绍过他 陆千没听出张小雅话里的意思 来会所吃饭认识的呀 哎 梁总 门口那蓝伯基尼 就是你刚提的那辆马 你那天去提车的时候 我哥们也在 他回去跟我一说 我就猜是不是你 陆千是个话牢 又对着张小雅道 媳妇 你不知道 你闺蜜不都看上海国际的房子吗 我们那买不起 梁总二话不说 就买了一套 陆千边说 边对梁百开 比着大拇指 张小雅瞳孔瞬间放大 不可置信的 看向梁百开 就彻底僵住了 梁百开补充了一句 这可不是我请来的演员 为完再去 下集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